小姐 小姐不好了 什么事让你这么一惊一乍的 小姐 你还有心情刺绣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被黎王退婚了 青霜 黎王三天前就退婚了 你现在才着急 会不会反应他慢了一点 小姐 我才不是为了黎王着急呢 哎呀 小姐 皇上又给你赐婚了 老爷 让你出去戒指呢 又赐婚 咱们家只是上书府而已 皇上怎么会这么关注 是定王 肯定是 大小姐挑唆皇上的 她从小就爱欺负小姐 现在居然 居然让小姐家给定王 好了 这话在外面别乱说 走吧 出去接纸 幸好皇上圣明 又给三小姐 纸了一门好婚事 不然 夜里面色如常 心里冷笑 好婚事 以为她不爱出门 就什么都不知道吗 定王莫修瑶十八岁那年 身受重伤 双腿残疾 容貌近回 从此缠绵病他 先后曾娶过两名正妃 一位进门不到半个月 意外溺水死了 另一个洞房花烛夜 惊吓过肚儿死 有传门说 是因为看了定王的脸 被活生生的吓死了 若不是如此 凭定王的身份地位 又怎么会已经二十五岁 还没有正妃 夫人说的是 不管怎么说 定王也是一品世袭王爷 确实是离二高攀朗 既然知道 就好好地背嫁吧 不要丢了咱们尚书府的颜面 过段日子 你四妹也要出嫁了 这些日子 福利忙得很 我知道了 让夫人操心了 我是这叶家的主母 自然要操心这些事 夜里寒笑看着叶家主母离去 三姐恭喜你啊 三姐有什么好恭喜的 嫁给定王啊 想想多可怕 那定王又惭又丑 还吓死了一个王妃 说不定 第一个王妃 也是她害死的呢 我们应该恭喜四姐才对 再过一个月 四姐可就是离王妃了 大家都是姐妹 什么恭喜不恭喜的 将来 娘也一定会替五妹和六妹 选一个如意郎君的 都是三姐 离王的事 还望你见谅 没关系 大约是我与离王无缘吧 总不能为了个男人 坏了咱们姐妹的感情不是吗 我知道三姐最疼我了 以后三姐若是有什么难处 可到离王府找迎爱 碎小姐什么意思 明明是她抢了离王 还在那里欣欣作态 真伤人恶心 行了 让人听到小心你的皮肉疼 我真的对嫁离王还是嫁定王 无所谓啊 怎么可以无所谓 离王是京城有名的翩翩公子 皇上的亲弟弟啊 定王谁不知道是个双腿残疾 面容被毁 出名产生的 想起定王 即将成为自家小姐的相公 青霜努力地将废物两个字 吞了回去 那又怎么样 难不成你看离王长的郡 想要跟我嫁过去了 好做姨娘 小姐 猜不要 青霜 你愿嫁个奴才小四 也不要做姨娘 见小丫头急得不行 叶离忍不住笑出声来 好了 开开玩笑也不成吗 小姐 虽然众所周知的定王是个废物 但是这个废物到底还是大楚王朝 唯一的超一品世袭王爷 所以从来都对叶离默不关心的叶尚书 和叶家老太太 还是十分难得地招了叶离说话 孙女给祖母请安 给父亲请安 李儿 起来吧 如今你被指婚给了定王 婴儿下个月又要和李王打婚 咱们家也算是双喜临门了 让祖母特意从外面赶回来 是孙女不孝 让祖母操劳了 这是咱们家的大喜事 我怎么能不回来 两个丫头的嫁妆可准备妥当了 冰老太太 原本只有四丫头一个 虽然下个月就成亲 赶一赶倒也来得及 只是如今又有三小姐 只怕 李丫头的日子还没定下来 先紧着盈儿吧 得了老太太的话 王氏欢喜地应了声势 你们两个丫头都是有福气的 一个嫁给李王 一个嫁给定王 我这做祖母的也不会厚此薄彼 这些东西你们一人一份 将来五丫头六丫头也是一样的 我陪嫁的几个庄子 你们也是一人一个 至于宫中再出多少陪嫁 便是你们父亲和母亲的事情了 还是老太太疼孙女 媳妇和老爷商量过了 婴儿嫁给李王 陪嫁少了 只怕皇家也不会乐意 宫中拿了两万两千两 支搬嫁妆 还有六个庄子和六间铺子 再有 媳妇的嫁妆里 也拿出两个庄子给她 是不是太厚了一些 李丫头的嫁妆 你是怎么打算的 定王毕竟 与皇上的同胞弟弟不同 咱们府上也实在有些 媳妇想着 是不是等定王府将聘礼送来了再看 到时候再陪上两个庄子就是了 混账 将聘礼当成嫁妆送回去 亏你想得出来 咱们叶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你这个继母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徐家这些年 确实没落了没错 但也不是你王家能比得上的 老太太 媳妇冤枉 媳妇这些年 哪里磕待过三姑娘 实在是 实在是咱们府里也有些艰难 后面还有几个姑娘没出嫁 将来 容哥成婚 也要影子 你自己的女儿 你自己说 该怎么办 三丫头也是嫡女 就跟盈儿一般吧 和盈儿一般 咱们府里 哪里有那么多钱 老爷 并非欠身这个嫡母 要亏待三姑娘 实在是家机困难啊 盈儿是功力昭仪的同胞妹妹 嫁得又是皇上的嫡亲弟弟 若是嫁妆少了 不止王爷面上不好看 昭仪面上也不好看呢 大不了 大不了妻生 再将自己嫁妆力 留给容哥的两个妆子 也赔给三姑娘 就是 这 爹爹不必为难 盈儿的嫁妆 分一些给三姐就是了 只是 万不能短了宫里 大姐姐的花用 还有 五妹六妹 也要留一些才好 父亲母亲 还有四妹 不必为难 母亲过世前 跟女儿提过 她当初嫁进叶家时 外祖父和外祖母 赔了八个庄子 十二间铺子 还有三处林地 这些都是留给女儿 做陪嫁的 至于别的 父亲母亲 按二姐姐的力 置办就可以了 还是紧着四妹一些好 什么 这怎么可以 那些是 是什么 母亲当初说 她的嫁妆 都是留给孙女的 这些我舅母 也是知道的 祖母说对吗 见叶老夫人不说话 夜里也不着急开口 只在心里冷笑 过了好半晌 叶老夫人才到 这事就先放一放 回头 我再与你母亲 和父亲商议 夜离淡淡的挑眉 轻声应试 小姐 徐夫人来了 二舅母 舅母和你舅舅 早就跟你说了 搬到舅舅家去住 你偏不听 你看看你现在 住的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你那婚事 你是存心 要你娘在底下 也不安心 是不是 舅舅这些年也不容易 何况祖母父亲都在 哪有女儿家搬到舅舅家去住的 平白让旁人笑话 母亲不会教养女儿 只是看你这么委屈自己 你外公知道了 多心疼 哪有什么委屈的 离儿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如今你这婚事 定王实在不是良配啊 你那个妹妹 也太不是东西了 抢自己姐姐的夫婿 这样的事情 也是她大家子小姐 能做出来的 定王也有定王的好处 舅母和舅舅 不必为离儿担忧 看她如此坦然的模样 徐夫人又是放心 又是担忧 最后也只能化成一声叹息 不满又如何 皇上亲自下旨赐婚 谁又能违抗 这是你外公离京之前 交给我和你舅舅的 是你外公替你置办的嫁妆 咱们也没法子 正大光明地给你 都换成了银票 打箱底吧 我听人说 那夜王室 还想要扣了你娘 留给你的嫁妆 这事你放心 舅母定会帮你办好的 哼 我徐家哪个女儿 不是风风光光出嫁的 便是落寞了 那也做不出 那原配嫁妆 贴小妾女儿的破事 这些年 你娘的嫁妆 被他们糟蹋的还少吗 那几个妆子和铺子 舅母一定给你拿回来 这事离儿自己可以处理 舅母还是不要 你放心 你那个爹的官职 确实比你舅舅高 不过皇上若是还想要面子 就断不会再为难你舅舅的 小姐 夫人太过分了 回去一定要告诉老夫人和老爷 说了又怎么样 她的两个女儿 现在一个是昭仪 眼看着就要进妃位了 一个要做黎王妃了 你觉得 爹和祖母会对她怎么样 难道就这么算了 夫人 分明是想让小姐丢脸 这样的铺子 陪嫁过去 根本又有什么量 丢脸吗 那要看你家姑娘 我觉得丢脸才是丢脸 我没指的丢脸就不丢脸 青霜眨了眨眼睛 一脸期待地望着自家小姐 小姐 有什么好主意吗 叶黎淡笑不语 小姐 前面就是最后一家了 盛德轩 是一家古玩店 还没进门 店里的喧闹 就让叶黎皱眉 掌柜的 你再看清楚一些 这幅画 真的是前朝吴志凯先生的真迹啊 看你一脸穷酸 怎么会有吴 吴志凯的真迹 这幅画翻明就是赢品 不过 本店也收房品 看你这画仿得还不错 给你二百两就是了 你 你 岂有此理 我不卖了 等等 爷给你两百两银子 是给你面子 这画 该不会是你偷来的吧 说的也是 看你这幅穷酸银 怎么会有这样的名画 咱们官府走一趟吧 见官就见官 我怕你不成 你这掌柜的开店 居然如此不讲道理 道理 你可知道我们这店是谁家的 告诉你 这是宫里昭仪娘娘娘家的声音 咱们府里四姑娘 马上就要成为黎王妃了 你说这官府是信我 还是信你这个穷酸呢 你 这位公子 你这画我要了 两千两 你 你相信我吗 姑娘 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这位公子不肯卖给你 现在我买了 怎么算是多管闲事 今天是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咱们家四小姐大婚 正好寻些古董字画压箱啊 好一个不卖也得卖 正好 本姑娘今天非买不可了 青双 给钱 公子 给你钱 你快走吧 不成 两位姑娘 这话 我不卖了 姑娘把话还我吧 正好 这幅青江望月图 本姑娘要拿来送人 公子拿着钱走就是了 我倒要看看 这天子脚下 还有没有王法了 既然如此 你们就都别走了 难不成 你还敢杀了我们不成 我虽然不敢杀了你们 却能拉你们去官府坐牢 来人 请了夫人的名帖 抓这三个贼子去官府 放肆 小心本姑娘 断了你们的爪子 你这狗奴才 这那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沈德轩 是我家小姐的 你 你是 我姓叶 杭三 三小姐 还不退开 不想做了 三小姐 您怎么来了 沈德轩之名 哪我大舅亲自提的 何为甚德 掌柜的想必不知道 何师傅 你来说说看 回 回三小姐 舅老爷希望咱们 做古玩的 注重德行 慎言 慎行 慎德 说得好 那么 你们是在做什么 将真品做赝品抢买 三小姐 不懂做生意的 我们也是为了 这盛德轩的生意 这年头 生意可不好做 我确实不会做生意 却也知道 经商重在一个性子 便知道 神无信不利 没有信誉 谁会跟你做生意 更何况 你这生意做的 如今这慎德轩 账面上 可是一片惨淡啊 我 你不用解释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做了 至于之前的账目 是怎么回事 你们其他人 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清楚了 若是跟你们没有关系 愿意留下的 可以留下 我另外每人 赏五十两银子 若是还是不清不楚的 你们就去大牢里待着吧 我看看你们的主子 到底会不会来 捞你们出去 范小姐 我是夫人的人 你无权赶我走啊 抱歉 这盛德轩是我的 交代清楚了 店里的账目 你哪来的回哪去 交代不清楚 你就是夫人的亲弟弟也没用 该不会你王家的人都喜欢拿别人的东西用惯了 就当是自己的吧 你 你 这位公子 让公子 受此羞辱 是我管束无方 还请见谅 不 没 没关系 既然姑娘是这盛德轩的主人 还请 多多费心才是 万一 多谢公子提醒 小女也是刚刚接触这铺子 以后必定严加管教 我看公子对这幅画 颇为不舍 这幅画 公子就先带回去 银两送我借公子的 以后方便再还就是了 无功不受禄 只求姑娘将这青江望月图暂留两个月 两个月内 在下一定设法还上姑娘的银两 这幅画 我被放在店里 公子可随时回来赎回 青双 另外再加一百两 算是给这位公子赔罪 学雅 你这个未婚妻有点意思啊 盛德轩外 不知何时停了一辆宽大朴素的马车 虽然坐在马车里的人 并不能看到里面的情形 但是却显然听力比寻常人好了许多 江慎德轩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听得一清二楚 凤之遥 你太闲了吗 可不是太闲了吗 老爷子不让我出京 不过 最近应该不会太无聊 毕竟一个月内 黎王和定王殿下 可都是要大婚了 这皇上也太偏心了 叶银号称京城第一美人 这叶铃确实京城有名的三无千金啊 徐遥 你真的要去 皇上这下不明白了让你难堪吗 三无千金也就算了 还是被墨锦离退了婚的 这皇家是想把定国王府的面子放到脚下才呀 真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何况只是自婚 你不是也说叶三小姐很有点意思吗 这可你的终身大事啊 娶个王妃可不同于那界 你当真想清楚了 想不清楚又如何 只是 我这个模样 只怕是委屈了人家 清风啊 你说说这贤昭太妃是什么意思啊 儿子宇敦 是否会为了全定国王府的面子 所以才 皇室此举在为父看来 就是打定国王府的面子 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 这种做法对一般的臣子或许有用 对定国王府却是没什么用 皇家对定国王府如何 却不该牺牲了表妹做法子 在皇室的人眼里 除了他们自己 还有什么人是不可以牺牲的 更何况啊 离儿子你姑母去世之后 就不怎么在京城露面 明省也早就被叶家那恶父 糟蹋得差不多了 这离王自然是不愿再去离儿的 儿子看 表妹不嫁那离王是对的 这还没成绩 就在未婚妻家的铺子里白拿东西 这也是皇室的做派 嗯 那离王确实不是离儿的良配 离儿素来是个有主意的 想来他也不那么看得中离王 不然也不会任由叶家那对母女 那般行事 可是定王 嘿 比起离王 我更相信定国王府的教养 那定王 好歹是老定国王爷 一手养大的 这些日子 让你打听定国王府的事 打听得如何了 过几日 你娘去叶家的时候 让她一并告诉离儿 定国王府别的都好说 只有那定王极少远我来 这几年见他的人 竟是一个手掌都能处清 好了 你去见你娘吧 回头 爹亲自去拜访定王 现在 为父要写折子了 写折子 他要谈何谁啊 谈何叶尚书 教女无方 纵容四女 在离王未解除婚约之前 与其私相授受 这样 会不会给离儿树敌 不如此 你看离王的样子 像是对离儿心怀愧疚吗 至少咱们徐家的立场 要白给离王和皇上看 既然 咱们一时想不出 贤昭太妃是什么意思 干脆先找点事情 给他离王辅助 免得他们闲着没事 就想着算计你表妹 秦霞 外面怎么回事 回小姐 是容少爷回来了 在院外吵着要见小姐 去瞧瞧吧 放肆 你不过是个低贱的丫头 也敢来也 小青爷把你啊 卖到过来里去 我就算再低贱 也是小姐的丫头 要打要卖 也轮不到容少爷 你来做主 擅闯敌姐的院子 这就是容少爷 在学堂里学的礼仪 真是教得好 也学得好 这丫头给我打 崇儿 你在干什么 哼 三姐 你这丫头好生无理 我帮你教训教训 我身边的人 我自会管教 你若是有空 不如好好地 将规矩学几遍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这么说我 我要告诉祖母 居然要你好干 请容少爷出去 叶玲 你给我站住 好不要脸 明明是离王姐夫 不要你了 你居然让你舅舅 在皇上面前 说爹的坏话 害得娘和三姐 被爹骂 活该你这个 阴险的女人 被利王抛弃 活该 你说 还不给我住口 爹 这尚书府真是好消养啊 区区一个 由窃服阵的 济世之子 竟然敢在 光天化日之下 如此辱骂 原配敌女 真是受教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这畜生给我拿下 给我中则二十大板 爹 爹 孩子痛了 爹 爹 今天不来 还不知道 小魏 在这夜府里 过的是这种日子呢 一心人正要近亲一宣 不远处 王氏被人扶着 跌跌撞撞地 冲了过来 看到正被人 压着挨板子 叫得惊天动地的 夜容 王氏 哀叫一声 扑了过去 将夜容 护在怀里 娘 他害儿子爱打 你一定要去 儿子报仇啊 好痛啊 老爷 荣儿究竟 做错了什么事 你要这样打他 他 他还这么小 他是你唯一的儿子 楚香阁二楼 楚香阁的松鼠桂鱼 堪称京城一绝 我来了两次 都没有吃到 没想到 今天叫你们一起来 居然会有 今天果然是好运气 哦 慧容经常出来逛街吗 我爹不爱管我 我自己待不住 就时常出来 到处走走呗 而且 我爹爱吃美食 我 我对这个 没有什么天赋 就四处看看 哪里有好吃的 就买回去给他吃 所以呀 一般我逛街 都会拉着慕容 一起出来 这京城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 咦 那不是 小心 小心 你放肆 居然赶来本公主的路 哼 要摆你的公主架子 回南朝摆去 酒楼里人来人往的 你还横手直撞 要是伤了人怎么办 这 不过是几个贱民 本公主伤了 又怎么样 就算是贱民 也是我大楚的贱民 伤口还轮不到 区区一个南朝小国的公主 来亲切 你好大的胆子 西霞公主 楚香阁是什么地方 你想必也清楚 若是伤了什么人 只怕长公主 也会为难得很 她不是没事吗 要你们多管闲事 慕容 算了 到底是外邦来的公主 连个道歉都不会 咱们平时走路碰到 绕着走就是了 谁知道下次 倒霉的会是谁 天香你说的对 还有大家 今儿就自认倒霉吧 谁让咱们伟大的 西霞公主 今天心情不好呢 小二 没下傻吧 还不收拾了 剑云 天香 西霞公主 来者是客 我大楚臣民 敬你几分 你这拎着鞭子 倒触挥的习惯 恐怕并不适合大楚 还请你自重身份 这个 我会让人送到 长公主府上 叶梨 你以为得了个什么 百花魁首就得意了吗 还不是被梨王抛弃了 还不是 要嫁给定国王府 那个废王爷 哼 本公主都替你可怜 我想以七霞公主的 见识和头脑 恐怕不能理解 定国王府于大楚的 意义和地位 自然也更无法理解 当今圣上如山恩德 或者七霞公主 健忘的脑子 早就忘了你说的 那个废物 十五岁的时候 就曾经横扫南疆 南兆 也是其中之一吧 连废物都比不上的 南兆国的公主殿下 你 可言苟活 还能在这里大放厥词 至于公主的怜悯 我大概销售不起 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阿黎 你就别接人短了 南兆小国 怎么会懂那么多 只希望以后 有了长公主的教导 某些人会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 公主风范 毕竟 张公主可是我长女子典范 天香说得对 西霞公主 只是羡慕阿黎而已 阿黎虽然做不了黎王妃 却能成为定王妃 不像某个公主 千里迢迢的 你们 你们 出了什么事了 西霞你在闹什么 敬离哥哥 他们欺负侠儿 些许小事 何必大提小做 还是夜里 你想要华仲娶宠 你死心吧 本王绝不会娶你的 黎王殿下 看太医了吗 什么 随时随地 毫无节制的幻想是病 趁早治吧 也离你大胆 黎王 你是对本王的未来王妃 有什么不满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